今天下午來關心 新北市邦教 沒有一間有志願持有這個案件 市長侯優儀拜祭時是 清新去紀會做轉案報告 而且也有接受議員的一順 侯優儀是批評說 現在有人挑個意歐白的白鷗 新北市政府也強調 司法調查和行政調查是當這個進行的 新北市長侯優儀十三組黨 到市議會接受這順 外界認為他的策略 現在是歡迎 所以這個案子有兩大部分 一個是司法調查 一個是行政調查 不當對待當然包含儀式未要 跟儀式不當管教 就是在5月15號 當天同步啟動行政調查 不僅不要製造假訊息 聽到假訊息請確認過後 再從您的嘴巴說出來 尤其是我們的院長 甚至是副總統 國民進黨的議員 協問自淩骨村是表示說 民進黨說加州四月通報是假消息 做成社會緊張 他們要順便上班 對這海山分局已經主動連絡兩人 他們都表示說重點政立正股 民進黨議員對衛生一樣在臉書發文說 孩子正實向是巴比托 昨天報告基本就是 侯友義和郭民進黨議員在創作 另外一方民團出向 方向台條的檢視去圍面 有疑似夠保管對孩子來提法 新北市郭友局說如果查到實際的一定的嚴格來出發 就夠保保護人員條例 因為人最高的方法60萬 而且幾四人都不能再做夠保護人員 記者中學報到